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有些人喜欢点起香氛蜡烛 让紧绷的情绪获得疏解 蜡烛的首作课程也十分受到欢迎 最近有一种韩式香氛蜡烛 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它其实就是别于传统的一些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概念 他会觉得说蜡烛就是两根红红的那一种 就是拜拜 或者是在台湾来说传统观念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其实韩式香氛蜡烛 它有很多就是像可以跟花结合 又可以跟一些水果结合 或者是肉桂结合 他们这些其实都是完创意的 那其实这种东西带到台湾来说 对台湾来说就会觉得说 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情 原本从事设计师的徐晓玲 也是因为一堂首作课程 开启了她韩式香氛蜡烛之路 从考取征兆到教学课程经由选用 每一处都能感受到她的用心和认真 徐晓玲希望能够给每个人在使用上 都能够得到最安心的保证 引进的是韩国它本身的蜡烛精油 所以它的价位当然会比一般 可能市面上去选择的 还要再价格会高一点 那为什么我会去选择韩国的精油 是因为它有认证 就是假设是孕妇毛小孩或者是小孩 它都是很安心的使用的 或者是因为有些人点蜡烛 那坊间流传的一些蜡烛点了 就是可能会对身体不好或者什么 其实那就都取决于精油 你到底是使用有没有认证 因为东西就是这样子 你又没有使用有认证的东西 所以我在购买精油的部分 我一定都是买有认证的 跟韩国海外进口过来的这样 一走进工作室里 明亮宽敞的教学台上 摆放了手作会用到的精油和花材 石晓玲用她的专业告诉大家 其实零经验来到这 也能够做出独一无二 有个人特色的韩式香氛蜡烛 其实最多人问的就是说 我今天完全无经验 那可不可以来尝试做这样子的作品 会不会成功 然后我很怕失败 她其实都 我都跟我的学生说 像要来体验的人 就是完全零经验也是可以的 因为她其实不难 她只是说 你要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步骤 怎么把它做出来 那因为我们这边都会 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老师 所以必须一定会带着他们把它做出来 那每一个作品香氛蜡烛都会有不同的技巧去呈现它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说 体验课来说 就是让你们知道说 我今天要录这个蜡烛 我要做这个蜡烛 我应该要 我会接触到哪些东西 那哪些器具 那我会把它做出来 然后选择怎样的精油去做出来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体验给学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工作室一旁的架上摆放了许多造型特殊的香氛蜡烛 从珍珠奶茶 仙人掌到气泡饮等等 每一款都是徐晓玲特别设计制作 她希望来到这里体验的学生 都能跟她一起进入韩式香氛蜡烛的创作世界里 开心的享受过程 记者曾沛云 周福庆 高雄报导